我现在每天都在找他 虽然我知道他已经不在这座城市了 但我还是像找冷魔一样的 止不住的天天在每个街道 每个角落不停的找啊 找啊 也许从半年前认识他开始 我就已经不对劲了 供他住 供他吃 认他欲取欲求 就像上辈子欠他的 我们在一起五个月 他离开至今一个多月了 连招呼都没打一声就走了 难道我对他种种的好 他就不曾有一丝一毫的留恋吗 现在我想问问他 这辈子欠我的情债该怎么化 欢迎两位青苏人上场 欢迎他们 首先上场的是阿文 这会儿呢上场的是小诺 一个多月不见了 看你过得挺滋润的 挺好 又长了不少肉 没有你的日子每天都挺好 说走就走了 留下一张纸条 你连招呼都没有给我打一个 有纸条吗 你看不懂吗 给我留下张纸条说 我回东北了 我们到此为止了 你最起码你得当面跟我说原因吧 为什么要走吧 你连说都没说过 面都没见 现在不见着呢吗 你还想说什么呀 大半夜的你去敲门 街坊邻居都没以为招呼我们 全都出去看你敲门去 你要干什么呀 是啊 我除了去你家找你 我唯一留下那么点信息 我还能到哪儿找你 抱着一丝希望 结果还找不到 是 不光去我家 还去火车站跟抢劫似的 那你见着我就跑啊 对 然后你还拿着我的绳子 我得知道个原因吧 你还拿着我的行李 我想把行李留着 等你回来拿 你留着吧 你留着吧 给你 送给你 不是 你把人家行李扣着干嘛 还给人家 那行李由我送给他的 那个白金的项链 白金项链 对 我觉得他可能会回来拿 我不要 你就留着吧 我受不了 你留着吧 不是 你们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 就 好多事情你知道吗 就首先他这个抠的问题 他这个小气的问题 从认识开始出去吃饭 都是我买的 不是 在家里做饭了 为什么要出去吃 你在家里做的 你天天吃素啊 是兔子吗 我天天吃草嘛 问题是我爱吃肉啊 我长身体呢 我得吃肉啊 你吃吧 从你都长这么胖了 你就吃吧 我愿意啊 我愿意胖了 胖得好看 五个月啊 什么时候都你买单 不是 他也给我买过衣服 然后他说 我给你买衣服吧 你挑你自己喜欢的 你随便去买一下 结果支付宝给我 转30块钱 让我买什么呢 想想那个短袖 有很多商场做促销的 30块钱可以买的 还那么过得去 我那商场哪有30的 你说的那是超市的 什么图案都没有 穿得跟大妈一样 我怎么就能买到 穿得比较时尚的 怎么就不像大妈呢 还有 是你自己太挑了 那我不用你给我买 行不行 我自己买 那天我就怕 再发生这种事情 我说我去逛商场 他非要跟着去 我看好一双鞋 也就几百块 不让我买 说那么贵 你干什么导购员都开好票子 然后拽着我就走 当时特丢人 第三天给我买双鞋 好 几百块生活 80 几百块都够过 一个月生活费了 有必要买那么贵的吗 那你买双80的鞋 我能穿也行啊 给我买双39的 我能穿吗 你多大的脚啊 37的 最多的也穿38 那穿的39 那划船啊那是这样 我第一次给他买鞋 不知道他多大的尺码啊 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那天大家去试鞋的时候 试的也是37的呀 那鞋码小 最大试的38的呀 你高跟鞋 不是 我看那鞋小 知道吧 然后我就给你买了 我感觉你穿的应该合适 你都能穿 你都能穿 我试过穿不了 空门 对吧 还不光这个 你知道结婚季情景 不有红包吗 然后里头有一盒盐 你说你整盒中华什么的 你让我去卖一些也行 你整个雪茄我也去卖一下 一盒玉席 让我晚上上 广巴门口去卖一下 我卖那盐 不就为了请你去吃饭吗 吃什么呀 一包玉席能吃啥呀 我再添点吧 卖掉了吗 卖掉它能回去吗 这还真有买 真有买的 我到网吧去卖的 25 都花了什么地方了后来 我不知道 可能买好几天菜吧 对 买好几天菜 能不能理解 这个抠门为节约 节约跟抠不一样 那时候做一个星期 蒜苔丑鸡蛋 一斤蒜苔 一个鸡蛋 我本身我就不爱吃蒜苔 我还吃不着鸡蛋 怎么没见你买菜做呢 那我不买一堆羊肉 回去顺火锅吗 让你给我一堆熟 最后你吃的还挺香 你要知道 我顶着多大的压力在生活 在上海乌江那么高的城市 怎么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做人力资源的 我另外再做一份兼职 然后 怎么个人力资源 就是给人介绍工作 他帮企业招片 企业缺什么 那个工种 他就登那个 我明白了 不是像那种中介 收费了给人介绍工作 那你一个人能挣多少钱 做人力资源 一个月挣4000块钱 然后再做一份兼职 挣1500 一个月就5500块钱的工资 我还要寄3000块钱回家去 给父母 对 给父母 有弟弟妹妹还要上学 你是老大 对 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对 父母在哪儿 父母在湖北 湖北哪里 湖北天门 然后还要交房租水电什么的 房租水电大概花去多少钱 花掉1500左右 那就还剩下不到1000了 你自己一个月 给自己设定的 零花钱的上限是多少 零花钱我基本不怎么花的 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 基本上不花零花钱 总点在外面吃个饭什么的吧 可能跟朋友应酬一下吧 要出去吃饭也不花钱 坐车都花点钱嘛 坐车 你一提坐车 我又想一件事想 上次打个车 嗯 从上车开始 那眼睛就盯着那个计价器 每磅一块钱 他嘚瑟一下 我都看了不能到家 都得去医院 我在认识你之前 我都从来不打车 然后前面拐弯才能到 大概还得有一公里吧 然后让这司机师傅停下 我们走回去的 那不是堵车吗 等着 那信号前面就排五个车 拒下去走去嘛 那等着不就浪费钱了吗 咱自己走过去也没多远了 是吧 就还是抠吗 还是抠吗 咱就说不抠的话 够花吗 够我们生存吗 那个钱 我有钱为什么不能花呢 你有钱是你的钱的 能花吗 能花你的吗 再加上你的钱不是钱吗 咱把这钱留下来 以后做点生意什么 创点业不好吗 非要去那么浪费掉吗 那你省十块钱打车钱 一天省十块 一个月是多少 三百对不 鸡杀成塔 今年的三百块钱 明年还能买 今年三百块钱 那你今年花了 明年在这儿 明年又花了 后年在这儿 你在到什么时候去 你能打下钱来 那我留人家三百块钱 银行跟我离席啊 想到你干什么工作 大概一个月的收入 和包括自己的消费水平怎么样 跟我们方便的话说说看 我一个月在上海的话 工资也不是很高 三千多 但是我妈会给我钱的 父母亲凭什么可以 还在支助你 就是养成的习惯 就是不是说广东药 他就是会每个月 多往卡里给你打钱 他每个月给你多少钱的 这个资助 不一定 有的时候几千 有的时候可能上万 每个月如此 对 差不多 所以从你的角度来讲 经济条件 肯定比阿文要宽裕很多 对 我也觉得 我就觉得 这个钱可以谁有谁花 他就是自尊心受不了 他就觉得 我是男的 就是我得养着你 我不能让你花钱 但你不能花 我去 哎呦 怎么了 其实你 你就是找借口 你就是想把责任 推到我身上 我什么叫把责任 推在你身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天你 你知道什么呀 你跟我的同学 打听我的学历 然后从那以后 你就处处看不起我了 又跟学历扯上钩了 我就说你自尊心作怪嘛 我就问问你是有你学历怎么样 那有你卑鄙吗 你去跑去问我朋友 我之前有几个男朋友 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 他们上什么学 然后我朋友问他 说那你哪个学校毕业的 你就没知识 你扭头你就走 然后我朋友就感觉很奇怪 就给我打电话嘛 说这什么情况啊 那天我知道是你同学吗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们大学是那个 在哪个学校上的呀 他半天没知识 最后说一句社会大学 他说我没认为这个很重要 我就是你自卑心 你认为很重要吗 但是从那一天过后 你就好像处处挑我的毛病 看不起我一样的 你不要给你的自卑心理 找借口好不好 不是 有些东西 人是能感觉到的 你不光你自卑 你还脾气不好 你怎么不说呢 你怎么就说我呢 那你说我怎么脾气不好啊 那次咱们经过大学的时候 进去溜达溜达 你去买水 一个男生跟我说话 你为什么回去你就生气啊 你扭头你就走 在后头怎么睡都睡不着 你突然停 就买脸我创一身血 不是我看你聊天家子 也不对劲呢 他和人家刚认识 不知道别人是什么目的 过去找他搭讪 搭讪完了 他和别人聊得挺开心的 没肥色舞 我买碗水过去了 他还跟我说 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新认识的朋友 然后在这个学校上大学什么的 我当时就来气了 你来什么气啊 和别人聊得挺开心的 他听见我打电话 知道我也是东北的 他跟我家是一个地方 就问我是什么地方的 那你跟我说过吗 你没听我解释 你有头你就走 你要听我解释 我能创这一笔子 全是血呢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知道 你会刷就撞上来 然后那什么 本科行吗 他也本科你咋不说呢 他跟我说翻电话吗 他没搭理你呢 你咋不骂他呢 他看得上你不 他看得上你 他喜欢你行不行 看得上你啊 不是 你能不能不要见谁 跟谁聊那么开心 能不能矜持一点啊 我想问一下阿文啊 坦率地说作为男人啊 内心是不是真的有一丢丢的自尊心 我是 就是觉得高中文凭 我是来法师去谈 他不是一丢丢 他是自尊小戏 他还暴躁 就是脾气不好 我觉得他不暴躁啊 你说别的男的 不是你别的男的也行 你听我说没说完呢 别的男的也行 你说我表哥上上海打工一下 晚上下班我陪着去买那个生活用品一下 那怎么还不行呢 那是不是我亲哥呀 你回来晚了我担心你的 多晚呢 9点多回家的 在上海算晚吗 我担心你的安危啊 然后你说的什么呀 你今天第一句话是 你干什么去 我说陪表哥去买东西 你怎么陪他去住去呢 是你说的吗 是你说的 我不是气话吗 担心你的安全吗 上完戏之后 你冲厕所里 你把那镜子给打碎了 打得满手全是鞋 我陪你去的医院 我在家里面 心里面很忐忑 担心你的安危 当时活有多大 你就说有暴力倾向 是不是端端这一次 他动了怒 原来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咋没有呢 最开始说 你就报个夜笑吧 报个成叫 吃饭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一句 他把桌子直接醒了 最后什么都没说 回屋自己睡觉 咋跟他说话都不理我 不是就问一个学历 就至于呢 你跟我说那个口气 就压根就是瞧不起 你为什么掀桌子呀 掀桌子是挺过分的 那个做得不对 确实过分了 但是我那天在外面 受了很大的气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 你说哪句你说呀 你是不是没说呀 你没说你回去就掀桌子 你白天受了什么气 那天去火锅店做监制 我真不好意思说 没事 火锅店监制 根本就没有事情 所以他说不出去 行行 你非得这么说 我们听听看阿文 阿文你说 那天我去火锅店做监制 然后有一个客人喝醉了酒 他硬是说菜没给他上齐 然后那一桌是我负责的 我拿着菜单一个一个队 全部都是划过的 菜给他上齐了 结果他硬是说没上齐 我想着我在这工作吧 我把这事扛下来就算了 我把它处理掉 对吧 然后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然后他说你算个屁啊 你算哪根葱啊 骂上了 我说你先别激动 咱们有事慢慢聊 然后他说 你叫你经理来 我不跟你聊 你算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说 那个可能在锅里面 没捞出来那些菜 要不我帮你捞一下 找一下看看 然后我刚跑进 然后他就把那个 咬火锅的勺连汤 一下就往我身上甩过来了 经理看到他在炒 然后经理过来了 还给我披头盖脸一顿骂 当时我就觉得 我在这上班 我受了客人的气不说 我还要受经理的气 我就特别窝囊 那天我就觉得 然后他刚好又跟我炒 那个高中的事 然后几根凑到一块去了 对 爆发了 我才一气之下先的桌子 其实他今天说这个 我听着也挺难受的 那如果说你有不开心的事情 你可以告诉我们 可以一起去面对去分的 但是这件事情 一码归一码嘛 那你也不适于跟我掀桌子嘛 他可能啊 刚好触及到了 他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我对你不好嘛 那时候你从火锅店辞职之后 我天天晚上陪你去发小卡片去 你那时候找个兼职发穿搭 刮风下雨 我都在外头帮你发 然后还一层一层的 网上出去查门卡 其实我觉得小诺也挺好 对的 小诺那次就是我 总跟我父亲打电话说 叫他抽出时间过来玩几天 然后我当时在上班 就让小诺去火车站 接一下我父亲 然后小诺接到我父亲之后 请我父亲去 还算高档的一个餐厅吃饭 很白的那种桌布 然后那种高脚的 很漂亮的酒杯 很酒杯 对 他都怕那个油滴到桌布上 为什么 感觉这个很高档 因为我们家乡的床单 都没有那个桌布好 对我父亲来讲 我父亲给你讲到了这些 对 后来又开了宾馆 安排我爸住宿 我后来听到我父亲说的 我也很感动 父亲说什么 父亲说小诺这孩子特别好 我觉得我孝敬他也是应该的 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老父亲 是个非常质朴的老人 那么这样的一位父亲 培养出来的儿子 应该八九不离十 也应该是一个 善良质朴的孩子 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特别阳光 特别积极 然后特别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个人 不是 你们俩都是 怎么认识的都 我那天刚好在招工嘛 他们去找工作 刚好认识了 然后他感觉 看我穿着西装衬衫的 感觉姿姿文文的 比较有好感 感觉比较靠谱 然后 他对你有好感吧 对 然后他就跟我聊天了 因为我看到他 我也挺有好感的 我感觉小诺大方热情 然后平时说话也挺幽默的 我也挺喜欢 两个人都产生了好感 后来就说确定这个恋爱关系 当时他可不是这样的 他可不是脾气暴躁又小气 那时候装的吧 是不是装的 你看你俩都说话都互相点火 对了 刚才我记得你说 你扣一下 我打的引号了扣啊 扣下他的行李 在火车上把它给拦截下来 行李里头有一段项链是吧 有一天他过生日 我为他特地准备了一条 白金的项链 这是我省时间用 以前攒下的一点积蓄 多少钱 加起来一千多块钱 自己在紧紧巴巴的 过过生活节约点 就为了让他开心 这也是把箱子 我没有送给他的原因 好嘛 我问一下小诺啊 为什么也一直戴在身边呢 就是所有的首饰 都会在一个包里 就是当时走的时候 我也没注意 就很自然地就拿回去嘛 如果你要的话 你拿回去吧 好嘛 你到底说真心话 还是不说真心话 什么真心话 为什么项链一直要随着你 就是因为这个 还能因为什么呀 它箱子里面 就有一根项链吗 还有一双鞋 那个鞋没戴过来 什么鞋 一双高跟鞋 就是那双39码的高跟鞋 对的 那为什么要放那双鞋呢 很圆 那个 那个 那个是他当时生活费 只有一百多块钱的时候 花八十给我买的 我觉得那份情谊 还是很珍贵的算是我不喜欢 对啊 其实他对我好我知道 但是可能是因为生活环境不一样 然后消费官的什么的都不一样 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嗯 他的脾气确实是特别暴躁 好跟不好他都是相等的 他这 那好和不好是怎么微妙地转换的 这个问题当中有学问 我觉得有思考啊 这当中的问题出在哪儿 简压面对面 思维嘉宾 看我们怎么能帮到他们 我觉得这段感情在你们两个人心中的 含金量是不同的 所以说当女孩毅然决然离开的时候 男孩会崩溃 会失控 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 反正说到这儿 我特别想批评一下女孩 因为你的这种解决分手的方式非常不好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就你深爱的一个男人 你为他付出了百分之百 突然有一天他消失了 行李什么都不在了 只留下一张纸条 你会是什么感觉 所以你的这个方法 首先我是非常不认可 其实这个男孩我觉得挺朴实 挺会过日子的一个男孩 其实他能够给你的东西 他全给你了 所以男孩有的时候到不同不相为谋 委屈求全要来的不是幸福 那我想问一下阿文啊 如果未来你们两个好了 花钱怎么解决呢 因为你的工资现在就是5500 只有更努力地赚钱 怎么更努力地赚钱呢 拼命地往上把 把工作做好啊 然后再多做一些兼职 那如果你去做兼职的话 那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你陪他时间就会更少了 你是要他跟你共同去做兼职呢 还是你自己去做 这个看他自愿 他如果想去做的话就一起去做 他不想去做的话我就自己去做 那第三个问题 小乐说我希望阿文在学历上面有所长进 其实那不是我要求的 是他自己介意 我觉得如果你要介意的话 你就去改变你现在的现状 那我想问你 他的收入一个月就只有5500 还要寄3000块钱拿回家 你接受吗 这个我可以自己负担 但是问题是每当我自己花钱的时候 他也会说我 所以你接受不了第四点 就是我的男朋友 在我自己大手大脚开销的时候 还要不停地来说教我 对 我想说的是 我们永远在谈爱情 但是除了爱情过后 我们最重要的还要谈生活 当然对于女孩来讲 她稍微地降低一点标准 比如说以前想买300块钱的鞋 现在买150块钱 她觉得还可以 但是对于阿文来讲 我以前就只有一个月花300块钱 但是现在要求我一个月多了300块钱 变成一个月花600块钱 可能就会比较吃力 所以我在想 彼此都非常好的两个人 很多时候不能真的生活在一起 并不是因为两个人不是很相爱 而是有很多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生活理念不一样 消费观不一样 对人对事的态度不一样 所以我希望你记着一点 小骆走 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你 是因为他发现他可能跟你没有长久的未来 所以阿文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 不要太冲动了 谢谢 阿文今年多大 23岁 23 对 小诺比你大比你小 比我大 比你大几岁 3岁 小诺26岁 那现在我们说一个预期吧 在未来两到三年内 小诺的爸爸妈妈应该让他着急出嫁 对吗 对 而且呢 以小诺的爸爸妈妈每个月不定量的给小诺的生活支援 来看 小诺的爸爸妈妈很疼爱这个女儿 那么假如你们今天和好了 嗯 你要娶他女儿 你怎么说服这老爸 我们就是今天我们所有人拼尽全力 今时为开 小诺愿意和你和好 不出两三年 你就要过这关 我现在只是告诉你 即使今天你们两个和好了 接下来你要面对什么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再问你 每个月给家里的钱 孝敬爹妈的钱 还得给吧 给 弟弟妹妹的学费 还得给吧 对 房子咱们可以住得很小 跟人合租都可以 我还要找一份兼职去做 嗯对 我就问你一句话 阿文 嗯 你有任性的资本吗 告诉我 没有 没有 小诺虽然挣钱能力不如你 他我估计他在一个陌生城市 他的生存能力比你差远了去了 真的 还是乖乖女的 但是小诺的父母 每个月给小诺的生活支援很丰沛 是的 小诺有任性的资格吗 他有 所以当一双鞋摆在那儿 小诺认为我买双400块钱的鞋 说实话 对于26岁女孩在上海 400块钱一双鞋 贵吗 你想想他爸爸妈妈 每个月给他的生活支援啊 嗯 但是他 那不叫任性的一次购买行为 在你心里 好任性啊 对 再加一点就够一个月生活费了 我要替阿文跟小诺说句话 小诺 在严酷的生活环境当中 量入为初 不叫空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你的每一分钱在你眼里 可能分量不重 但是阿文眼里的每一分钱 都是日子 所以你们对同样一件事情的看法 不可能一致 但是我们要说 是不是一个经济能力不丰沛的人 在拮据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一定不能拥有高质量的爱情 错 我们依然可以拥有高质量的爱情 前提条件是内心足够强大 精神生活足够丰富 可以的 但是阿文我问你 你的内心足够强大吗 不够 你的内心 甚至装不下自己的一张高中毕业证 所以别人告诉你上夜校你会先多的 所以别人 以前的男朋友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对你很重要 所以别人在大学校园里 跟一个大学生聊几句天 就会刺痛你 你的内心所蕴含的能量 能够支持你 在现在相对拮躯的眼下 经营一份高质量的爱情 不够 我们这些结论都落在这儿了 对吗 对 好 我说完 谢谢 有一句法律格言叫做 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 但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这个话说的有点拗口 但由此而言生出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们很容易在生活当中模糊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平等不等于公平 他们是有差别的 你们整个在场上吵 无外乎就是三个字 你一边对他说 你对我不公平 你一边对生活说 生活对我不公平 他也在对你说 我有钱为什么不能花 我为什么要直诉 为什么跟了你在一起 我就不公平 你们吵来吵去 就是说到这三个字 那接下来我就跟你说说 什么叫平等 什么叫公平 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是个主观的想法 其不外乎是要找到生活的自信 要告诉自己 我跟别人是 看你们吵吵闹闹 在有一个点上 那小诺就请去密室当中 我们都放下伪装 你也是 大声台上大声说出来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想伴 感谢你让我领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让我大声说出来 能跟我回去 能跟我回去 我也希望我们在一起 打拼出我们美好的未来 非常感谢今天主持人和嘉宾说的那些话 谢谢你们 其实今天在这里跟你说这些 就是因为你说我是骗子 我真的没有想去骗过你什么 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静静 现场100位观众 如果大家会希望两个年轻人在一起的 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键 大家觉得不适合在一块的 请按反对键 请按键 好吧 还很少出现这种完全难分伯仲的情况 现场一半的观众赞成 一半的观众不赞成你们在一起 不过没关系 就是大家的真诚的建议而已 最终拿主意的是你们俩彼此 待会会为阿文升起选择住 面对选择住 你可以选择放弃 转身离开 也可以选择摁下这个红色按钮 表明你还是想和小诺在一块 但是当你摁下这个红色按钮之后 密室门打开 小诺也有两个选择 第一 要么留在密室当中 他决意和你就分开了吧 或者走出密室和你 重归于好回到你身边 好的 来 接下来请为阿文升起选择住 好 请选择 咱们打开 阿文 你知道为什么小诺 会带着那双他曾经不喜欢的鞋 离开你 因为他知道他爱你 他也知道你爱他 但是不是爱的都是合适的 不是 好 祝福你阿文 谢谢主持人 谢谢老师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